我说 你刚才为什么不亲她 你要是真亲她了 说不定事情就解决了 她就那么一说 我要当真的 我岂不是傻子 那她万一真愿意掏钱呢 你就亲了 语初 那个玛丽就是为了让你难受 才故意那么说的 我有什么好难受的 我知道了 你把她当成你的情敌了 崇利明 你别自我感觉太良好 真不想知道我跟她说了什么 你们说什么了 想知道 你说不说 行 那你亲我一下 让我告诉你 爱说不说 好好好 我说 我说 我跟玛丽说 我崇利明 只亲我喜欢的人 能不能 帮我 我说 我说